好 大家好 在了解的instance of那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到那个内的方面的继承的实现 那么内的继承方面其实也很简单 是不是 按照我们的以前的加法 或者cchip的经营的话 第一步是干什么 是不是创进负类 第二步是什么 创进此类 是不是 创进此类 第三步也很简单 经历关系 是不是 经历关系 就这样 那么接下来我们按照这个路数来走了 第一步 创进一个负类 方形 原来是parent 这些东西都去掉 我要简单化 然后第二步创进一个质类 好了完了 接下来就开始经历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的经历呢 就是我们一个思考的一个重点的 两者之间怎么样经历关系 碰到这里的话呢 你可能就是有点毫无头绪 是不是 还是按照我们的以前的那个方式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跳一种 跳出一种思维 是不是 我们比方说 fair c1等于6一个c 因为我们本质的目的是c1的东西 c1这个对象呢 可是c的实力 同时也是p的实力 那么我们会怎么做 按照前面我们instance的学习的话呢 是让c1是c的实力的话 你这样的6就可以了 是不是 如果想让它变成p的实力 是不是要打到一种什么目的 就是让c的prototype 说白了就是这个 跟什么呢 跟p的prototype 净利关系 两者一净利关系了之后 因为c1 它的那个隐隐藏的那个神秘的proton指向塔 如果两者之间能够净利关系 是不是c1就可以找到它了 这就是这个关系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想想关系怎么净利 是不是 按照正常的逻辑的话 关系无非就是直接 要么是进阶 是不是 直接的话很简单 打个等号就可以了 是不是关系就起来了 那么还有一个进阶 进阶的话是怎么弄的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搞一个桥接的东西 这里进阶的是一个东西 一个对象 那么 这个地方呢 如果这个地方直接等于它 就经历了这个关系 是不是 关键是这个跟这个怎么经历关系 呢 这个lokenp的prototype 怎么经历关系的问题 是不是 我们这个东西要指向它的话 按照现在的经营 其实是什么 new一个person new一个p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它那个prototype 是不是指向它呢 这是不是关系就出来了 所以 这是第二种方法 那么第二种 第三种方法呢 也有一种方法 是不是 你不可能直接这样 这个是什么 就是什么呢 进阶的能 再加一层 就是什么呢 不溜出来了 我再溜一个别的东西 然后这个别的东西呢 再跟它进行关系 比方说 比方说 F的prototype 这个F的prototype 等于它 而这个6的东西呢 指向它 而它又指向它 这样 prototype C的prototype呢 又等于它 是不是 这个关系就形成了 就是三种方式 基本上也就是这三种方式 那我们一种一种的实现 看看它的效果如何 是不是 第一种 基层 inherit 好 那么怎么做呢 c.prototype 等于 p.prototype 好 这个基层关系就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测试了 比如说 我们在这里 刷一下 刷一下之后 我们就这样测试就可以了 非 c1 new c 然后c1.1 instanceoff c 返回true c1 instanceoff p 也是true 是不是 这种关系是可以的 那么说到这里的话呢 就 我们来想想这种问题的 有没有什么坏处 如果它的坏处不可接受的话 那么这种方法就不行 是不是 因为 因为c的prototype 跟p的prototype呢 两者相等 这会导致一个什么 效果呢 比方说c的prototype 如果我们加了一个东西 那就会变成一个什么效果呢 c1.xxx是可以访问 同时 你如果定一个p1等6一个p 6一个p的话呢 p1 xxx也可以访问 这样导致一个什么结果 导致的就是子的东西呢 暴露给负了 这完全违背了继承的东西 继承的一个理念 是不是 所以这种方法呢 是强烈不推进的 这是这一种 这些应用关系太直接了 是不是 把本性暴露的 这种方法不太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另外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呢 因为两者呢 应用相同 所以不太推进 那么接下来就看另外一个c.prototype 等于什么呢 等于6一个p 好 这种方式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 还是这样 刚才的6一个c 然后c1.instanceofc2 然后instanceofp也是2 也可以达到一个计程的效果 那么这种跟上面那种 比较的话呢 解决了上面的问题没有 比方说c.prototype 点xxx等于xx 然后我们php等于6一个p p.xx 没有是不是 也就是说没有把子的东西呢 传播上去 当然它比刚才那个方式呢 它有个缺点就是什么呢 因为你平空6一个对象 但是你根本就没什么用 它起到一个作用就是桥接 负的染指的染型跟负的染型 是不是啊 在我们这个代码里面还没什么明显的坏处 如果这个里面有大量的类似顶这种东西 就像我们前面创业的东西 然后类似顶什么 那么你溜了这个对象之后 这个对象是不是这些内幕的东西都会沉在这个对象里面去 无形之中就会浪费内层 是不是这样 这就是它的缺点 那么这个地方呢 也有不好的地方 是不是 那么我们只能是跑到最后一次了 最后一个地方 最后一个地方 它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呢 构进一个函数f 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呢 6一个fr等于6一个f 同时是什么呢 大写的f的染型等于负的 这个prototype 先把这个关系建立起来 然后就干什么事情呢 就是把这个c的c的prototype等于f 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思路 其实这个思路我们这个代码已经见过了 是不是 如果你熟的话呢 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 那么它的本质就是那个object的decreate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是c.prototype等于什么呢 等于object的.cr.eate 此时传的就是呢 p.prototype 就是这种方式 来经历它的继承关系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是可以测试一下 cr.c1等于6一个c 然后呢c1.instanceof c 反过来是true instanceof呢p 反过来也是true 这是这个啊 那么这种实现的方式呢 因为中间只是留了一个空函数 不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缺点 是不是啊 所以这种方式呢 比较推进 这是这个啊 这是今天我们就讲个继承的最精进的实现 下一集可能我们就把这些东西丰满一下 看看它的情况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